現在對流層的上面叫平流層 大概到50公里的地方叫做平流層 平流層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因為這個時候 它為什麼呢 我會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是不是臭氧的關係 這邊的空氣很穩定 基本上是水平流動 所以叫做平流層 平流層沒有什麼上下的對流狀況 水平流動叫做平流層 OK 然後平流層有幾件事情 第一天就下面這一句 長城客機在平流層底部飛行 為什麼 因為平流層是平流 沒有風雨 沒有雲 沒有天氣變化 安全 舒適 不會亂流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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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為什麼要長城客機 因為你要爬升 要飛 要下降 如果你台北飛高雄 台北現在已經沒有北高航線了 飛起來給你爬到平流層是怎麼下來的 用不到 所以要長城客機 那為什麼要底部 底部比較近啊 距離比較短 我看過有一位大哥在網路上寫了文章說 這個是錯的 它並沒有飛在平流層 它其實還在對流層 我算過那個公平數 大概在對流層底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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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它有一些變化 有一些變化 好 所以 那不管考試問題 你還是跟我寫 飛在平流層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後面這句 請問這句 請問這句 平流層是平流的 繞了地球轉 如果萬一你有渣渣噴進 比如說火山爆發 力量很強 把那些火山會噴進平流層 它開始繞了地球好 然後不下降 很難下降 繞很久 它就會產生一些影響 遮蔽陽光 遮蔽陽光啊 然後使地球變冷啊 所以以前在講美蘇在冷戰的時候 有所謂的核子冬天 什麼意思啊 爆發核子大戰 你炸過去 我炸過來 那些遜狀一噴噴噴 然後就把天上給擋住了 遮住了 我們就看不見太陽 地球就變得好冷 叫核子冬天 核子冬天 所以重點 渣渣如火跑進平流層 就很難下降 會到地球跑很久 OK 平流層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因為臭氧的關係 因為臭氧的關係 剛才講過臭氧可以幹嘛 剛才說臭氧可以做什麼事 吸收腸癌 吸收腸癌 好 吸收什麼 死外線 然後就放了熱 油就放了熱 所以就加熱的血 這個就加熱 國中並沒有去教他怎麼吸收 怎麼放熱的 沒有教 就是知道他會臭氧 然後吸收紫外線 然後放熱 然後能量就增加 所以呢 他就高度越高 溫度就會越高 溫度就會越高 然後 這裡有一個臭氧層 大概 大部分的書都寫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我看過最誇張的 是不是寫到四十公里 最後你看 剛剛都二三十公里 然後這裡邊這一段臭氧含量最多 多是比例上比別人多 我隨便 我亂掰的 我沒有背 比如說別人只有0.1% 那我有0.3% 所以我叫做多 但是比例還是很少 很少 OK 然後多 然後人家臭氧層 臭氧層 然後國中處理 為什麼二三十公里的臭氧含量多 你又告訴我是因為臭氧的關係 所以溫度高 那為什麼是五十公里最高 不是二三十最高 這件事國中生不處理 你就不要管他 你就記得他高度越高 溫度 溫度越高就可以了 然後是因為臭氧的關係 因為臭氧可以吸收紫外線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有關於對流層跟平流層的部分 OK